台湾Online 在花莲的秀林乡算是比较偏乡部落 原住民人才的回流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秀林乡公所就委托了东华大学办理一个专案计划 在太鲁阁文创园区当中 这个族群生活文化中心也正式的揭牌了 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内容 把原住民的人才能够资源汇集起来展现着推动的成果 台湾Online我们今天为您访问的就是 东华大学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的专案经理 王翠玲 翠玲玲好 张主播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使翠玲心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好不好 这东部人才外流的问题 特别说在原乡地区非常严重吗 那么到底问题在哪呢 是 尤其在原乡是特别严重的 我们在花东长期的观察 尤其在原住民乡镇 在统计资料上我们会看到 好像原住民乡镇年轻人口非常的多 可是事实上我们走到部落里面 只看到60岁以上的老人家 跟很小的学龄前的孩子 那这也反映出一个状况 这中间的中壮人口 其实都到外地去工作了 那主要原因是部落并没有一个 可以就业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因为在早期传统里面 可能在部落里面就可以自给自主 可是因为现在是资本化的社会 我们需要孩子上学 然后买东西都需要花钱 所以必须要去找一个 可以赚钱的一个管道 那这也因此让很多青壮人口 都外流到都会去去了 是所以问题就在工作机会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计划 在泰鲁格文创园区当中的 族群生活文化中心 就是希望能够吸引一些 青壮的人才回流到家乡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这个泰鲁格文创园区的地点 还有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的 族群生活文化中心的这个规划 是不是有点像是这个地方上 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艺术特区吗 是 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艺术特区 那这个地点上是非常的棒 几乎所有来台湾的旅客 都会到泰鲁格国家公园 那泰鲁格国家公园有一个最著名的牌楼 这个园区就在距离牌楼往东 大概两三百公尺的位置 那这个园区是早期台电的一个旧宿舍 那台电侧走荒废了大概有二三十年 这园区荒废了二三十年 一直都是草长的比人还要高 那当地也很少有一些商家可以在这里发展 那因为这几年公所开始去整修这些园区的场域 所以把荒废的建筑一栋把它整理起来 那目前有整修了三栋 那其中两栋是公所花比较大的经费去整理 那我们的族群生活文化中心是一个 透过银建署的计划一个小额 大概三四十万我们自己动手做 把它整理出来的一个空间 等于是让部落这边的一些工艺师 大家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 那包括他们的产品可以有一个被看见的武财 跟被看见的机会 尤其泰鲁阁每年有将近四五百万的旅客 到泰鲁阁 可是其实对当地的这些部落 其实没有带来很大的注意 是 所以其实倩林的意思说 它主要以前是个台电的旧宿舍 现在稍微的把它整修一下算是一个小型的艺术特区 刚好地点就在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泰鲁阁的这个排放的 再走过去一点点 所以如果说大家到这边拍照的话 走过去看看这些艺术人才 他们的一些作品 其实也是很方便的 是 我们这次大概有多少的 都是原住民朋友他们的这个作品 进驻到当地吗 是 应该是我们有这群艺术工艺朋友 大概有二十几位 那包括了有做手工艺 做传统支部的工艺师 然后有做有机农业的小农 然后又有做观光导览解说的 这些青年朋友这样子 那在工艺师的部分 我们有在花莲最多的阿美族 那在秀莲地区最主要的泰鲁阁族 然后还有泰雅族 然后还有萨基拉雅族的 这些工艺创作的 就在这个小小的园区 他们可以进驻 是 所以其实真的非常多元 你刚刚谈到说有工艺师 还有这个包括小农 甚至有些导览的这些服务 在这都可以找得到 我知道在当地 我们这边还有歌手进出 是出过这个音乐专辑的 饶舌乐手 对 他也有在当地 我们先来听一下 他的这个音乐作品 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小段 叫做一路往南 我曾经想过永远保持关机 如果是真的朋友 那有什么关系 只跟真的兄弟依然固定班底 反正你们知道那里发明 我还年轻 怎么轻心寡欲 把自己武装学都市人的把戏 那是种内心挣扎 像被挣扎一样紧握这些迷恋 还要保持心象 干 真的超恶心 回到故乡花莲 带一些新的后面 东部铁路下行 又要被台铁靴 回家唯一的路 其实怎么能忽略 好 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 是来自于花莲的这个歌手的 一小段音乐 这饶蛇歌手呢 是不是也请这个翠玲 帮我们介绍一下 是 他也是我们联络网的 一位年轻人 那大家都叫他VP 他本名叫潘伯翰 是一位泰鲁革族的年轻人 他从高中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音乐 那后来他也去参 自己做饶蛇音乐 买一个很便宜的麦克风 就可以自己做音乐 那参加了全台湾最大的 饶蛇音乐比赛 他得到第一名 那他一直就在音乐这条路上 自己默默的在做 然后在网路上发表 那他回到花莲之后 其实做音乐 其实蛮难能够 好好的过 所谓大家期待的 稳定的生活这样子 所以他除了做音乐之外 他也继承家里面 爸爸妈妈是做装潢的 所以他也去学新木工 木工创作 所以他现在的一些 用漂流木的一些创作品 也在这个读情生活 文化中心里面做展出 他是一个新兴的 漂流木创作者 所以很特殊 他本来是这个 BP他是算是国内 我看网友形容说 叫读书一格台湾少有的 这个哼唱饶蛇 那再回到了家乡之后 他现在还有另外的专长 就是漂流木的一些作品 所以在我们现在的 这个文创园区当中 也就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购买他的作品 是 那他这边也会这个助唱吗 会展现一下他的专长吗 是 我们会办理市集的时候 就会邀请这些当地的歌手 或有些是 他就是非常的喜欢弹唱 大家知道 原住民如果不会唱歌 就可以 就要领产商手册 这样子 所以其实部落里面会弹唱 会唱好歌喉的人非常的多 所以有时候 在市集的时候 我们邀请这些好歌喉的朋友 一起来唱 那BP有时候也会来唱 是 BP的故事 我们听到他的音乐 我想大家都听到 蛮特殊的 除了BP之外 我们还有其实现场有很多的 您刚刚提到说 工艺师啊 小农 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些 这精彩的故事 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呢 是 其实认识他们之后 我们才发现说 我们花莲在秀林 或各个角落 真的是卧虎长龙 包括最近 蔡总统出访 南太平洋 在买的其中一项伴手 也就是我们联络网成员 去湘兰 徐老师 他所做的 用构树 做的一个树皮画的创作 所以在过去 可能没有被发现 哇 他的创作是这么好 可是事实上 他们的技术啊 或者是一些创作的想法 都已经蛮成熟 只是一直没有被看见 所以他是一个 目前大家最热的一个创作老师 那还有包括 像是做族群婚纱 因为其实每一个族群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文化的特色 服饰的特色 可是结婚的时候 但是结婚的时候 却往往都穿这个白纱衣服 礼服 这样子 好像我们受到西方的影响蛮大的 或者是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宣传蛮大的 可是这位老师 他就用 他的想法就是 我想要把每一个女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让他们结婚的时候都漂漂亮亮的这样子 那也包括他自己 所以他就 他是泰鲁阁主的张碧尔老师 所以他就用泰鲁阁主的元素 做了族群的婚纱 那这也非常受到年轻人的欢迎 大日子的时候 他的婚纱都不够逐渐 是 所以在这边都可以看到他们的作品 这泰鲁阁文创园区的族群生活文化中心 我们有修馆时间对不对 对 我们目前是每周一跟周二修馆 那平常的话就是下午一点到五点开馆 因为现在还算是一个市营运的期间 那让这些公益老师在这里并起的 大家轮班来这里拍班 所以有时候你也看到他们在那里支部 那他们也会非常乐切的跟你分享 他的支部的心路历程 是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 这边算是在旧的空间台店的旧宿舍 等于是闲置的空间的一个再利用 除了提供给空间之外 我们这专案还有提供给 这些进出的艺术家们什么样的协助呢 主要就是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被看见 所以例如说像今天的专访 是 也就介绍给全国的听众朋友 知道说在我们的泰鲁阁的排放附近的 泰鲁阁文创园区的族群生活文化中心 礼拜一礼拜是修缘的 不要跑空了 然后我们的专案就是希望让他们的创作 能够展现在一个不同的空间被了解 因为大概在过去二十几年来 他们把他们东西卖出去的方式 大概透过一个就是摆摊 摆市集 那如果你有看过传统地址支部的话 你就会发现一块传统的支部 可能小小一块三十成三十的支部 他可能就要花一针一线的 这样一缩一缩的把它支起来 那他卖到市场上可能就要卖好几千块的价格 那你可以想象你在路边摊地坛 看到一块三四千块的布 你可能很难能够去买 但是如果你看到他真实在支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背后的价值跟意义是很大的 是 它的价值就出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说传统文化的价值 不是说这一块布上面的图纹或颜色而已 它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过去他们支付的时候 是母亲为了家人而知的 那一份情谊 其实那一份情谊是用钱没有办法去量化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专案的方式 把这样子的情谊被更新一代的年轻人 或者是被过去被资认主义寻找的这些人 能够认知到那才是真正的一个价值之所在 是 好 我们今天跟翠玲的这段访问内容 待会儿也会放到中广新闻主播张庆龄的粉丝专页上面 也欢迎大家在稍后再回来随选收听跟分享 台湾王类 我是主播张庆龄 今天非常谢谢是东华大学人文创新与社会实践研究中心的专案经理 王翠玲 谢谢翠玲帮我们做的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播 谢谢主播张庆龄 谢谢主播张庆龄